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麻油 汉浦生命科技公司是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的全知纸公司 专注于经营和宣传纯天然的保健品汉麻油 所以在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汉浦生命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妮娜 为听众朋友们在线上分享许多民众非常关注的保健品汉麻油的有关话题 丽娜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相信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都是非常重视健康和保健的 那么我也很开心有机会在这里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当下最热门的话题 也就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并且热销的一个保健品 这个就是汉麻油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什么是汉麻油以及它的产地和主要功效 当然还是忘不了先要带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大大的优惠 我想在这里应该是大家很感兴趣的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原价60美金的黄金汉麻油的50%的折扣 也就是说只要30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 仅限前20名 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这支热线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非常的感谢 在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推出这么优惠的活动 说实话是非常的难得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别错过这样的好时机 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原价60美金的黄金款优惠汉麻油半折的优惠 也就是说只要30美金 你就可以得到全价60美金的黄金款优选汉麻油 赶紧拨打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妮娜在今天的节目中啊 你会跟听众朋友分享汉麻油有哪方面的一些资讯呢 今天呢我们依然延续上一次的主题 继续谈一谈汉麻油 那上次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什么是汉麻油 以及汉麻油对于失眠症状还有消除炎症的帮助 这方面我们也举了很多例子介绍给听众朋友 因为考虑到呢这个新的听众朋友们呢 所以呢我想呢先简单一下介绍汉麻油 汉麻油呢它是一个从汉麻的植物当中提炼的 汉麻这个植物在中国汉麻的种植历史上呢 到今天为止已经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 在中国各地的名称有所不同 比如说在黑龙江内蒙古 人们称它为县麻 在安徽人们称它为汉麻 在广西人们叫它火麻 在云南人们叫它云麻 在河南人们叫它魁麻 看看因为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 各个地方叫的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呢统称为汉麻 英文就是Hemp Hemp经过加工的汉麻呢用途非常非常的广泛 汉麻的这个韧皮可以用于纺织 汉麻的杆核心研磨以后可以生产成木粉 制造活性碳还可以用于造纸 汉麻的叶汉麻的花汉麻的根可以提取药物 汉麻籽可以榨油 可以说汉麻这个植物全身都是宝 由于汉麻自身呢有较强的抑制虫草害的能力 所以呢在整个的生产过程中呢 不需要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 对环境污染没有任何的破坏 所以它说是一个纯天然生长的植物 所以说它是一个纯天然生长的植物 汉麻中含有80多种活性元素 其中科学界发现汉麻植物中最活跃 对人体免疫系统最有益的元素就是CBD 绝名为大麻二分 但这不是大麻啊 这是它的名字 我们的汉麻油主要功效就来源于CBD的功效 经丽娜这样的介绍啊 相信许多的朋友跟我一样都了解到 就单单的汉麻这个植物来说 浑身都是一个宝 那么经过提炼的汉麻油 相信还会有许多神奇的功效 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赶快记下这个电话 1888-789-1670 1888-789-1670 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 就可以享受到原价60美金的黄金款优选汉麻油半折的优惠 也就是说只要30美金 您就可以得到全价60美金的黄金款优选汉麻油 接下来呢 我会来介绍一下我们汉麻油的产地 汉麻油呢 全部产自美国科罗拉都州的有机农场 经过了最高级别的二氧化碳冷萃取技术提炼而成的 通过这个在接近常温下完成的整套萃取工艺技术 能最大限度的使汉麻油中的有效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掉 现在呢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保健品 没错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保健品 而且呢标榜说营养成分也非常的丰富 可是呢在于汉麻油这个保健品比较来讲 为什么汉麻油它的效果为什么更具有优越性呢 对呀这个问题你提的非常的好 这是因为汉麻油中的CBD呢 能够调节人体免疫系统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平衡 这样说可能稍微抽象一点 说白了呢就是人的免疫系统和你的神经系统正常了 你就不容易生病 所以呢可以有效的增加免疫力 也就是说人的免疫力增强了 你就不容易生病 这个道理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听起来是非常的简单啊 可是朋友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选择保健品却没有那么的简单哦 对我知道呢很多朋友非常重视日常的保健 他们会跟自己的身体的体质选择自己的营养保健品 我相信呢听众朋友身边也一定有这样的人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哈 这些人呢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会感觉到他们精神和体力都非常好 平时也不容易生病最主要一点就是他们看起来一定 比同年龄的人年轻我不知道基娜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 没错而且呢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 在我们周围如果他的体力好 他很年轻的话那他的工作能力也非常的强 对的对的因为重视保健呢免疫力就强不容易生病 这就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很容易生病 常常感冒那就是他的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什么流行病都会找上 所以呢我要跟听众朋友再三强调的是一定要重视保健 不要等到身体亮了红灯不得不看医生的时候 你才想起来保健 其实到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为时已经晚了 而且呢现代的医学讲究治胃病 这个胃病是未来的胃 也就是说在病症还没有到达你身体的时候 就赶紧把它要阻隔在身体之外 所以日常的保健尤其的重要 是是是 而且呢我还想跟大家说的呢 保健呢不光是年长者的事情 现在很多年轻人你跟他说保健 他说那不是我的事是老人家的事 其实这就是错了 其实保健就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 就是你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这样呢防患于未然才能使你未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所以呢重视保健增加免疫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健康 为了您家人的健康 为了提高您自身的免疫力 赶快记下这个免费的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前20名打进电话的 今天可以享受到原价60美金的黄金产入水汗麻油的折扣 50%也就是说您只要30块钱就可以带回家 没错经过妮娜这样介绍 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 增强我们平时的日常保健真的非常的有必要 那么请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这只电话 1888-789-1670 1888-789-1670 这是一只免费的电话 而且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 就可以享受到原价60美金 黄金优惠款 汗麻油的半价折扣 也就是说只要30美金您就可以得到 那么接下来就请妮娜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汗麻油的好处吧 好的好的前面呢我们介绍过汗麻这个植物 那么经过提炼的汗麻油 为什么说全世界都在关注呢 它对人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汗麻油的主要功效 第一它是有消除炎症 缓解疼痛 帮助睡眠 减轻压力 强化记忆 抵抗焦虑 延缓衰老 增强免疫力等多种功效 也就是说它的主要的功效有这八个 就是因为它有调节你的中枢神经的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呢 对这些方面呢会非常非常的有疗效 我们人体内呢有一个叫做内源性大麻素系统的存在 它平衡着你的整个的神经的中枢系统和免疫系统 内源性大麻素系统如果失衡了 那么在神经方面或者免疫力方面就会出现问题 人就会生病 而汗麻油中的活性元素CBD 在被人体吸收以后呢可以直接对体内的内源性大麻素系统产生作用 CBD的摄入可以直接调节这个系统 从而达到缓解神经和免疫力方面的能力 能缓解和预防身体的不适或疾病的困扰 最主要汗麻油是成天然的 所以说它是一款神奇的保健品 这么有效的一个保健品 我们的听众朋友还在犹豫什么呢 如果用50%的价格购买一瓶原价60美金的黄金款优选汗麻油 只要30美金赶紧拨打这只电话 1888-789-1670 1888-789-1670 仅限前20名拨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哦 是的没有错 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个好的机会 赶快拨打这个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你就可以以50%的价格购买这一瓶优选汗麻油 你只要用30块钱就可以带回家 仅限前20名的听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期的保健单元的节目就暂时为您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请您别走开 马上就回来 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超级优质天然保健品 安普生命科技公司优选汗麻油 抗炎症 减压力 助睡眠 缓疼痛 强化记忆力 科罗拉多州有机农场生产制作 百分百纯天然有机汗麻油 现黄金款汗麻油 买二送一 买五送三 一天一滴 健康有奇迹 美国汉普生命科技公司隆重推出 快来拨打热线 888-789-1670 888-789-1670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数据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现有Fremont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 Mattel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带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王荣梅Rosemary王会计师事务所 专精公司成立架构 公司及个人所得税 薪资税 遗产赠与税 规划及申报 50EC3免税组织及Private Foundation 设立及报税 可签合401K退休金计划的审计报告 Broker Dealer及各类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联络电话40899816889981688 王荣梅Rosemary王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信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GMCC万通贷款计划多 直接放款速度快利息好 现推出大额贷款新项目 453,000以上至600万 可14天完成 可用公司配股RSU做收入 DTI47% 信用分数680% 10%投款 外国人身份信用不到两年一可 南北加州9家分公司 承招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 650-996-1982 或电邮infoatgmccloan.com 宏伟中医自1993年成立至今 在中国已经有35家分诊所 二十几年来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 2007年 宏伟妹妹红侠来美成立了 位于Sanjose的宏伟 Medical Group 汇集了多名高素质的针灸师 脊椎整形师 推拿理疗师 组织各种颈尖腰腿痛 欢迎免费咨询 408-436-8055 408-436-8055 董燕杰SDR1地产实业公司 Broker Owner 地产买卖物业管理 贷款和重新贷款 董燕杰南开中学 清华大学 斯坦福大学校友 电话及微信 650-867-1248 650-867-1248 台湾爱乐交响乐团 2018美国巡回演出 有台湾之光之称的 国际乐坛名指挥 吕绍佳 将于11月5日 在San Francisco的David Symphony Hall 为湾区华人献上 来自台湾世界级的好声音 门票加巴士 价格优惠 Premont Cupertino San Martell 永和超市 Neupitas乔教中心 四个上车地点 欢迎来电查询集订票 408-727-0570 727-0570 新翼旅行社 保健与养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继续来收听 西谷华人电台 这一期的保健单元的节目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访问 来自汉浦生命科技公司的 总经理妮娜 妮娜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听您提到了免疫力 那么免疫力低下 对人体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而且汉麻油 对免疫力有帮助吗 在这方面给我们 详细介绍一下吧 好的好的 我希望大家知道 免疫力是人体自身的一个防御机制 是人体识别和消灭外来侵入的任何异物 比如说病毒啊 细菌啊 感染等等 而且它是处理衰老损伤死亡变性和自身的细胞 以及识别和处理体内 突变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的能力 免疫力低下的身体呢 最容易被感染或者罹患癌症 所以呢 大家真的不要忽视 有免疫力低下的朋友们 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时机 为了您的健康 赶紧拨打这只电话 18887891670 18887891670 而且呢 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 就可以享受到 原价60美金的黄金款 优选汉麻油折扣的50% 也就是像妮娜给我们的优惠 只要30美金就可以带回家 那么说到健康呢 这跟人体的免疫力 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为什么要健康 就是要长寿对不对 对 而且这个长寿一定还要有 质量的长寿 对对对 所以呢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说过 在中国的广西巴马 有一个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的 长寿箱 吉娜你有听说过吗 哦 要请教妮娜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广西巴马的长寿乡 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好的好的 这个广西巴马的长寿区呢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西北部的一个 巴马瑶族自治县 是世界五大长寿区中 百岁老人分布率最高的地区 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 中国人瑞胜帝 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村子呢 被命为是巴马村的 叫长寿村 全村呢 有515个人 百岁的老人呢 多达7个人 是世界长寿之乡 标准的200倍 截止到2017年的5月呢 巴马全县总人口 30.45万人 其中80到90岁的老人 有3671位 90到99岁有679位 100到109岁有89位 110岁以上有7位 每10万人当中就有百岁老人 居世界的第一 在世界卫生组织 对巴马人所做的健康调查中发现 居住在巴马的人 几乎没有肥胖 没有高血压 没有高血脂 没有糖尿病 没有痛风等老年疾病的发生 厉害不厉害 厉害 听起来而且不仅仅是厉害 是非常的神奇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巴马县的长寿老人 他们有哪方面的一些长寿的秘籍呢 好的好的 巴马县的长寿老人呢 他有四个特点 第一呢 到今天为止 没有发现一例癌症患者 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们现在癌症的病人越来越多 第二呢 是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老人死于这方面的疾病 第三呢 是百岁老人呢 多数是耳聪目明 思维敏捷 活动自如 他们不是贪在那儿活到一百岁 而且是跟正常一样的生活 第四呢 他们这些老人呢 全部都是自然死亡 无疾而终 就是他们成熟是 所有的器官到老化了 然后呢 没有生任何疾病而正常死亡的 中外科学家呢 经过多次考察后 认为巴马人的健康长寿有九大秘诀 地磁 空气 水 阳光 土壤 食物 遗传基因 心态 劳动 根据调查呢 巴马人如此健康高瘦 和他们的饮食习惯还是分不开的 世界各地的人都想弄清楚巴马人长寿的秘诀 结果发现呢 除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饮食以外呢 巴马人关键的是 他们长期种植火麻 就是我们说的汉麻 长期他们食用汉麻 不但长寿 而且呢 很少会得到高血压 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的疾病 因此呢 这个汉麻的养生功效 就逐步的被挖掘出来了 所以汉麻就是巴马长寿的秘诀之一哦 对对对 巴马长寿的秘诀之一 就是家家户户 长期的食用汉麻和汉麻油 汉麻汤 汉麻粥 汉麻糊 汉麻豆腐 汉麻苦菜汤等等 他们都叫火麻 因为那个地方 巴马人只要一谈到火麻 就会脱口而说 天天吃火麻活到98 那火麻就是我们说的汉麻 国际组织研究巴马人长寿的秘诀的时候呢 都提出与其长时期食用这个汉麻的食物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可能没办法生活在巴马的长寿村啊 但是呢 现在我们可以买到汉麻油 所以呢 至少这个汉麻油有这么好的功效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大幸福的事情 所以听众朋友们赶快拨打这只电话 1888-789-1670 1888-789-1670 享受50%的折扣购买汉麻油 是的 听众朋友们不要犹豫 赶快拨打这个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今天前20名听众朋友 您可以用50%的折扣价 买到我们的优选汉麻油 那听了妮娜在上述的一些有关汉麻油的介绍 让我们了解到汉麻油真的是非常好的 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健康的好产品 是的 是的 大量的事实证明啊 汉麻饮食对巴马人的健康和长寿 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 以及对汉麻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呢 汉麻的药理作用已经逐渐被发现了 目前全世界包括美国中国西班牙 以色列在内的多个国家 都在非常热衷于对汉麻的科学与医学研究 也不断的有许多突破性的进展 不少的公司呢 也已经开始研发具有高国际医疗水平的价值的产品 所以呢 听众朋友们赶快拨打这个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可以享受到原价60美金的黄金款 优选汉麻油折扣的50% 就是说您只需要30块钱就可以带回家 这么好的优惠的消息呢 我们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这支电话 1888-789-1670 1888-789-1670 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就可以享受到原价60美金的黄金款 优选汉麻油折扣的50% 也就是说只要30美金 我们就可以买到手了 而且呢 汉麻油对于提升我们免疫力 有这么好的帮助 真的是难得的健康保健品 是的 是的 那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么多 听众朋友一定想说 听听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实力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举一个例子 是我身边的一位老客人 或者说也是好朋友吧 这是住在洛杉矶的张女士 她经常的感冒 稍微不注意 就是打喷嚏流鼻水 她跟我说 她的朋友每次见到她的第一句话 你怎么又感冒了 可见感冒的次数太多了 后来她经过我们的介绍以后呢 开始不用这个汉麻油 我大概是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她 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呢 我们讲座上她来了 她就说 她这一个月都没有感冒了 你想想一个月没感冒 对她来讲就算奇迹了 对于她自身的免疫力提高 可以说帮助非常的大 所以呢 汉麻油的神奇功效之一 就是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所以听众朋友们赶快拨打这只电话 18887891670 18887891670 而且呢 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 就可以享受到原价60美金的黄金款 优险汉麻油折扣的50% 也就是说只要30美金 您就可以带回家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 妮娜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 汉浦科技公司的产品和接下来 你们会举办哪方面的一些活动呢 好的 之前呢 我们在三后塞和旧金山呢 举办过两场的说明会 不过呢 还不是专场 是我们和总公司中文投资网一起举办的 会上呢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产品 跟大家介绍了 我们会在洛杉矶呢 很快就会举办我们的专场说明会 请听众朋友们期待 还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呢 赶快拨打我们的这只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呢 就可以享受到原价60美金的黄金款 预选汉玛油的折扣50% 就是说您只要30块钱 就可以带回家 仅限前20名 非常的感谢丽娜的介绍 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透过今天的节目呢 让我们对汉玛油有更多的了解 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可以透过今天丽娜的介绍 来选择一款 非常适合自己的汉玛油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 是不是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继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 还是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免费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好 我们非常的期待汉埔公司 在旧金山的说明会 同时呢 在节目的最后 也为听众朋友们 介绍一下今天的活动的优惠 如果听众朋友们 拨打这只电话 18887891670 18887891670 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 就可以享受到原价60美金的黄金款 优选汉玛油的折扣 50% 也就是说只要花您30美金 就可以得到黄金款优选汉玛油 请现前20名哦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暂时为听众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非常的感谢汉埔公司的妮娜 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保健产品 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超级优质天然保健品 汉埔生命科技公司优选 汉玛油 抗炎症 减压力 助睡眠 缓疼痛 强化记忆力 科罗拉多州有机农场生产制作 百分百纯天然有机汉玛油 现黄金款汉玛油 买二送一 买五送三 一天一滴 健康有奇迹 美国汉埔生命科技公司隆重推出 快来拨打热线 888-789-1670 888-789-1670 Frank Liu利用独到的交易技巧 在具有挑战性的市场中 销售价再创新高 Cupertino标价180万 成交240万 Sunnyville标价230万 成交290万 同时目前Frank Liu积极开发 大数据分析 打造人工智慧的地产先知信息 对接世界买家与卖家的交易平台 请致电408-313-2688 408-828-0600 邮箱Frank Liu 1268 atgmail.com GOOGAM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OOGAM总部位于Sunnyville 在Cupertino Burlingame Fremont Presington Saramun North Jose 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OOGAM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来 欢迎加入GOOGAM精英团队 请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408-720-6800 正统太极拳从战装入门 练好内功装功 才是获得健康和积极的武林秘籍 李光钊老师自幼随父 习练太极拳 其父师承杨建侯 杨绍侯 得太极拳内功真传 致力于发扬光大 造福有缘人 10月20-21号 传授无极装功和魂园装功 10月27-28 传授开合装功和开合动功 机会难得名额有限 报名请到网站 www.carecomforture.com 电话报名请致电408-830-9002 830-9002 好消息 兑换房屋的朋友 有最佳的贷款计划 只要现在住的房子有足够的净值 Appity 即使手里没有首付 也可以再买自住房 不需要提前卖掉现在住的房子 有兴趣请找张力 请致电张力408-315-9470 408-315-9470 408-315-9470 查询详情 或电邮至 正统太极拳从战装入门 练好内功装功 才是获得健康和积极的武林秘籍 李光钊老师自幼随父 习练太极拳 其父师承杨建侯杨绍侯 得太极拳内功真传 致力于发扬光大 造福有缘人 10月20-21号 传授无极装功和魂一元装功 10月27-28 传授开合装功和开合动功 机会难得名额有限 报名请到网站 www.carecomforture.com 电话报名请致电408-830-9002 830-9002 老公啊 我出车祸了 怎么办呀 啊 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他说 找重姓律师事务所的 翁锦山小姐 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 联络医生 保险公司 最后啊 还向对方保险公司 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 好 那我马上就来找翁小姐帮忙吧 重姓律师事务所 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 请电翁小姐 415-269-1803 415-269-1803 财经天地由新翼旅行社赞助播出 Marrison Travel 408-727-0570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Kendra过时间 Kendra您好 各位亲战你们好 Kendra 最近的股市可能是焦点 因为三大指数现在依然还是在200天的均线之下 虽然昨天的这个下跌超过600点啊 引起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panic的感觉 然后马上就领悟过来 这个卖有一点超卖 所以今天这个反弹 我们看到今天反弹是什么情况 反弹呢 标普500已经结束了6连跌 并且站上了2700点的关口 道琼斯今天上涨一度碰到了520点 结果收市是在上涨了401.13 收市报是24984.55 标普500指数上涨50点 回到了2705.57 纳什达克上涨209.94 幅度是2.95% 收盘是在7318.34 那其中呢像今天的Tesla还有Twitter Twitter今天一天因为业绩超好 结果上涨了18% 高科技股也反弹 所以呢还是有一些比较深沉的分析师 认为这个是跌升反弹的结果 但是呢这个反弹可能会维持几天 长期依然看跌 这种情况有没有造成利息下跌 那其实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在过去这段时间 利息自从前一段时间 涨到这个过去70以来的最高峰之后 后来呢稍微回落了一些 回落了一些 但那也包括了很多方面的 这个因素的这个影响啊 包括了就是说 我们看到那个欧洲央行 意大利公债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又我们也看到这个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股票的这种下跌 我们要知道股票的这个下跌 某一定程度上是反映出市场 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就是因为利息上涨 所造成的这个恐慌的危机 最大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 之一 那之后呢 还有其他那股票这个下跌 其实它它蛮多因素的 不是纯粹一个一个因素 但是一个人是结一个的 因为你恐慌嘛 人的恐慌就会放大来看 这是任何一个 在在任何的这个情况之下 一定是有一些好的因素 不好的因素 那市场的情绪 怎么样去主导呢 就是说市场情绪不好的 这个时候 它坏的因素 它就放大来看 而市场如果情绪好的话呢 大家看到好消息 不看坏消息 所以我们讲的市场 所以我们讲的投资这个这个行业来讲的其实有时候最难打握的就是市场的情绪的问题 就是我们看好坏因素永远的存在 不可能是一面倒的好消息 在市场永远的是在今天过去这段时间一来是什么呢 就是市场上会将一些 比如说利息上涨过快啊这种其实 但是如果从好消息这个角度去看 从历史上来看 这个利息上涨并不是完全是个坏消息 很多时候利息上涨 那我们就要知道首先为什么利息要上涨 利息上涨就是因为联储局预测 未来这个经济发展速度会比我们一起来得更快 所以才有必要提早加息嘛 那这个经济会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好 假设你相信他这样分析 这意味着将来会经济比现在会更好才对 他现在加息是反映出未来OK 但是你相信他的 但是问题是说当投资者悲观情绪笼罩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想的就不是他正面的带来消息 我们想的是他负面带来的消息 什么叫负面的就是说 他加息会不会将原来可能很好的将大沉下来 原来可能发展得很好 结果他导致他反而下跌下来 这就是特朗普总统所害怕的事情 对对对 这个就是一个投资者这个我们讲的悲观的这个情绪 但乐观的我们讲从减息也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也是个坏消息 减息的是什么呢 市场来讲你减息理论上是好消息 但市场也可以负面去理解 经济衰弱了 经济是否将衰弱 是否你们看到的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这个东西 你需要提早减息 那越想越多越想越害怕 人的这种恐慌的这个情绪它会得到蔓延 所以我想了解我们想要知道就是说 现在这个波的这个波动 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市场的这个 我们讲的是一个情绪的问题的主导这个市场 我们现在基本上不看其他这种消息 我们就是看这个这个利息上涨 大家一想到就是房价 但利息上涨呢 它会市场下来恐慌是什么 是担心按照联储局的加息这个步伐来看 很可能明年还会继续加三次 最少年底再加一次 除了今年年底之外明年还有三次 而且这个加息不单止到明年 后年还会继续加 这个时间我真的认为 比比市场之前的一股来的更更久的时间力度也更大 这个是普遍这个市场上的在过去这段时间的反应 就是说这一任的这个这个联储局的主席呢 比市场的预期呢要鹰派的更厉害 以前我们大家都不了解它 因为它很少真正的对外公开发言 OK 现在开始发言了 大家才突然间醒股道 其实在最早期的时候还有几次的讲话 他已经讲出鹰派了 怎么市场的时候没有太过take it seriously 这个 但现在来讲大家终于感觉到 哦他可能真的属于鹰派的 虽然说的我讲 Donald Trump也是在这方面不要不满意你之处 可能之处在那个时候 他根本没留意到 这是对他而讲可能是个是个定时炸弹 但是他也拿他没辙啊 现在来讲当然是说因为他可能 他认为加息是扯他的后腿吗 是是是是是是 那当然就是说联储集呢 在过往这么多认的这个联储集 都是非常聪明的人 他们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加息 那加息 而且前一年早上那天也出来讲话嘛 他是支持加息 因为这个是正确的正确的这个行动 所以从各 而且普遍的这个经济协家 还是蛮认同加息的需要 这个从这个角度去看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这个经济协家或者分析师对 我们要了解啊 投资者是不希望加息的 OK 但是呢从经济协家 经营公司的人也不愿意加息啊 因为有负债的话 这个payment就会增加很多 是是是是 但从经济协家这个角度 他们看得更雄光的角色去看 他不是看个人的利益 他就要抑制通货膨胀 对对对 从他们的角度 我个人的看法呢 是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并没有看到一个 有很多的这个经济协家 发表相反的意见 大多数的人还是比较支持是加息 有这个需要的 投资者这是另外一回事 分析师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认为 就是说联储经营也不是这么一个笨的人 所以就只加息 你要杀了这个经济 你不可能这样去做的 所以我还比较倾向于比较客观一些 去看待 只要美国的这个企业 它的fundamental保持良好的情况之下 我倒真的认为 美国进入衰退的可能性 机会率真的不是特别的这个大 按照美国今天这个经济 那现在一般在评论 亚洲还有欧洲 他们的经济 也是要走利息上涨的 同样的一条路吗 是是是 但是这方面来讲 就比较复杂的一些 就是说因为呢 我们所看到美国的这个经济 这个强势 尤其美元啊 这加息的周潮 它其实反而导致了 这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尤其像像亚洲一些国家呢 出现了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反而增加了 那这一点呢 其实有违反我们经济的尝试 因为理论上来 美元变得更强势 相对其他国家货币 像对印尼啊 越南啊 甚至台湾台币啊 甚至乎就是说 中国的人民币啊 是出现一波的这个贬值 理论上帮助那些国家才对 因为那些国 都会让那些国家更有竞争力 它的东西会更便宜去生产 经济会更好才对 但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在今天的现实上 不是这回事 美国这个强势 反而造成了他们的危机 他们的危机 所造成的危机是说 因为我们要知道 货币的贬值 恰当的贬值是有利的 过度的贬值 会造成信心的危机 一旦造成了信心的这个危机的话呢 它会必然会导致 他们那边的政府 需要通过加息的手段 比美国加得更厉害 更强势的加息 它才有办法扶持它货币 不会让 不会让它货币失去信心 就像土耳其一样 它货币现在的利息 我们讲的加都是 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十五的这个利息 那你要知道 这个任何一个社会 不可能承担得起 这么高的这个高利贷 别讲这种国家的债件 要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十五 土耳其要百分之十五的 百分之二十的这个利息 加上去 才会稳定它的货币 因为一旦货币出现 这个信心危机的这个时候 那边的国家的这个央行 就必须通过大力的加息的 这种手法 去稳定他们的这个货币 防止货币进一步的贬值 因为进一步贬值 会造成过度的通货膨胀 然后也导致是外资 不愿意进来投资的方法 这个你原来以为货币贬值 那投资相对来讲 会更多的这个投资成本降低了 但不是这样子 你过度下降的过快的话 导致企业反而没有信心 不敢进来投资 因为它觉得当地政商都不稳定 那社会那个市场也在萎缩中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就是说我们讲 恰当的货币贬值是正确 所以美国这一波的这个强制美元 它trigger了一些 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就是包括阿根廷 包括了一些土耳其 包括了亚洲国家的信心 对他们自己的货币 造成信心的危机 而这个货币必然导致那些央行 要通过加息的这个手段 去稳定他们自己国家的这个货币 如果他们加息过高 那等于也伤害他们国家的 这个未来经济发展 这个就是今天的市场的 全球市场的恐慌 是我们提到美元的价值 现在看到今天在UUP 就是代表美元的一个ETF 今天再度上涨 现在已经到了2018年的最高点 还没有到2017那个时候的高点 但是今天收盘是在25块7毛2 所以这个美你看股市下跌美元上涨 利息也上涨 好那这个是一个参考的资料 可是全球亚洲和欧洲 当然都比不上美国这个加息 这么稳定的上涨 所以这个也是导致货币强势 因为从全球投资这个角度来看 那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又比 经济又好 然后再加上货币呢 又在增值中 所以呢 这个无形中两者加在一起的话 那是对于投资者来讲 他会觉得有更大的诱因 让他们的钱流露到美国来 因为他有更稳定的这个 别讲这个法律 美国相对法律 这个在投资者这个法律来讲 在全球来讲还是比较健全的 然后相对来讲 这个我们讲的是 虽然贸易战 或者什么一大堆的这个事情 其实美国相对来讲 贸易还是算很多的国家 比较的话算是开放的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 好的 那么从今天的经济数据面来看 美国劳工部在宣布了 截至10月20号 当周的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是21万5 这是符合预期的 前职修正是21万 美国10月13号 当周继续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是163万6 那预期是164万3 这个比预期还要少一点 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就是在每个礼拜四 劳工部他宣布的第一次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所以没有surprise 没有surprise to the upside 也没有到downside 好 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回来以后继续探讨 目前的利率 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它 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 Pendra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 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层优惠 报名日线 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Google & Max Real 邀请您加入 地产贷款团队 Google & Max Rea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 双双业绩显赫 专业的培训 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 双丰收 请来电 408-720-6800 408-720-6800 范语集团总裁胡振国 商业贷款部门 副总裁Caroline Wayne 讲述范语集团 广泛业务之一 是商业贷款 A-Paper Loan Profolio Loan Private Lending 以及Commercial Loan 满足各种客户的需求 美国国际艺术馆 营运长Loretta Huang 介绍这个位于 1023 Market Street San Francisco 美轮美奂 宝藏甚多的艺术馆 欢迎大众前往参观 10月27号 周六晚7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办产好时光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Tendra Guo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 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只有专注和专业 才能帮助客户 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 疑难杂症 Tendra电话 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Tendra008 at yahoo.com GMCC万通贷款 Direct Lander 专精大额贷款 EAD H1 信用不满两年 都可以做大额贷款 首付只需10% 9家分公司 为您快速服务 请登陆 gmccloan.com 查询利率 GMCC成征贷款经济 每周提供专业培训 及一对一辅导 招聘经济 及培训热线 650-996-1982 996-1982 Dental Mortgage Capital Corp Equal Lander BRE Number 050-9029 NMLS Number 254895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嘿天爪你好 各位听众你们好 好我们了解了 当前的经济的情况 也知道 这10年公债回收率呢 也是高高低低 但是从今年3月以来 就是到3%以上以下 现在又回到直上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说 其实现在来讲 比最高峰的这个时候 稍微回落了一些 最高峰是3.26 3.26 现在是3.13左右 这个range里面 其实呢 讲真的 今年以来 超过3以上呢 其实对市场来讲 都有一点难以承受 就是说在过去 因为毕竟是这么长的时间 终于站上来 其实这个比 这个还不算特别的高 其实在历史上来看 还是拼低的 但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习惯了 以前这么低的这个利息 突然间一下涨到 这个30以上的 这个所以对市场造成的 心理这种压力 我个人能够 还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从银行这个角度来看 或者从投资者这个角度 他现在担心是 美国是否能够承受 起这么高的这个利息 显然不行 那就是9月加息之后 你看这个股市 就受到打压 对了 再往上走 就就就就就就 就要来一波的这个调整 对啊 所以呢 但是就是说 我就像刚才所讲 就是说联储局 要停止这个加息步伐 我认为机会率 也不是非常的大 就是说它12月份加息 我们看今天那个所报告 基本上是百分之100 12月份一定会加息 OK 明年三次 我倒还有一点的疑问 像今天的我们看到 那个就是说 联储局其中一个副主席 出来讲话了 他基本上也在co-off市场 理论上今天股票商谈了 这么久 这么多哈 这个理论上利息 应该应该会 会是跟得上涨 那利息基本上 没什么大大变动 所以他出来这个讲话 让市场上感觉 比较安抚的一些 就是说他讲 他会保持 那是gradual的这种 这种这个 他讲的稍微没有什么 音派 让市场觉得 觉得有点安慰 就是说很可能 联储局会有一些 maybe 可能会做一些 小小的 这个减慢 这个步伐的这种行为 那这个呢 对市场起了一定的 这个安慰的这个作用 OK 那 这是我们今天 所看到的这个 这个消息 那除此之外 我们讲的就是说 因为呢 这个美国 我们讲 这个隐忧还是蛮多的 就是包括的贸易战 那是否对美国造成的影响 进口的东西也贵啦 对对对 进口东西也更贵 那进口 进口更贵呢 这意味着是通过膨胀 通过膨胀 意味着是否联储机 要加息的步伐 更快 才对嘛 对不对 这必联储机 要加更多的这个利息 那这个对于市场的理解 但是这方面来讲 看我们怎么去理解 理论上来讲 你加息 如果那个东西 就是我们讲 加了关税之后 通常加关税这个之后 会经济会减慢下来 全球都是这样子的 加了这个关税 这个之后 经济会slow down 经济slow down 虽然进口的这个成本会上涨 但因为经济slow down了 这个之后呢 它会互相抵消掉 这种关税 所带来这个冲击 抵多少 那我们这边去理解 这个中间那个高跟低 这个底下多少 或者是底下 不管请抵消都有可能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个人 这个分析 市场上 还自然有一个逻辑 算出来 你基本上 已经告诉你 大概多少多少 市场有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future这个trade 大概理解到 这个经济发展是怎么样 但是呢 我们个人来讲 是没办法去预测 到底是哪一个方面 影响会更大一些 从我个人比较倾向 一个认为 就是说 我觉得 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经济步伐 不会因为这个中国的 这种加关税的影响 有任何的这个影响 因为中国的这个 出口产品虽然多 我们要理解 现在出去 其实我在过去这段时间 已经有不少的人告诉我 尤其是说 从事建筑材料的 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本身 有些project在盖 那普遍都有人告诉我 就是说 建筑材料这个价格上涨了 就是说 从中国进口的建筑材料 成本 很多很明显的 有在上涨了 就是到处都是 这不是指一个某一个特殊的材料 它是普遍性的 这是Home Depot里面任何这个中国生产的这个材料 它上涨是因为关税的关系 它不得不调高物价 对对对对 有的上涨是因为它预测关系 可能将来会涨 现在会先去调 这有可能啊 或者存货 我们现在看来 从美国跟中美的贸易之间 是我们讲的贸易赤字 破了历史的新高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赶在贸易上 明年一夜可能搞不好还更多的情况 大量进口 存进货民 但是进口进来这个时候呢 现在很可能就涨价了 涨价是很多的 这个进口呢 实际上不是等到关税 宣布之后才涨 在宣布 开始 正式开始执行的时候才开始涨 很多时候在这之前 已经开始涨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 就是说建筑材料 但是我比较倾向于论的是什么 这是个短暂性的现象 为什么短暂性的现象呢 就是说 因为伴随了这个中期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这个房屋的销售 联系几个月的在下跌 清雾的这个 这个我们叫in contract的这种量 联系几个 这个月稍微好一点回转一下 但是年底四个月下跌 所以换句话 就是房地产这个高峰 连续四个月下跌 你觉得是一个下跌的趋势了吗 现在我定下来 现在是 这个我倒截了 因为是利息一方面上涨 这个这方面 必然对房地产最终 刚开始不觉得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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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到某个点这个之后呢 它就会就会有影响了 所以我觉得说是一个 下跌的趋势的开始 还言之过早 因为其他的经济 基本面还是很强 其他经济面都看不出来 经济要萎缩嘛 对对对对 所以只要他这个经济 其他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房地产 是一个一个 最后的一个综合因素 of所有其他不同的这个因素 因为其他因素 在没有变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综合因素先下跌 那这从从 很多时候我们讲 有些经济学家呢 通过这个房地产 这个走势 来盼预测 这个经济这个发展 某一个程度还是准确的 因为房地产来讲 是个综合因素 它如果提早先下跌 那因为这经济可能衰退 未来可能性会增加 那这个就是因为 有这么多的人 减少买房子 或者买 这个买 买家的这个意愿减少的话 必然一定会有些问题 今年买房子的 比去年和前年少吗 今年上半年还是很强 今年下半年就这几个月 连接这几个月下来呢 这买气是明显的 有减慢的 你觉得买气是因为 大家的affordability 比较低了 因为利息上涨 是是是是 还是大家等等看 我觉得这一波 很可能是说 真的是因为房价 第一房价涨得这么高 第二呢就是说 会利息再上涨 房价上到历史的高峰 对 新的高峰 利息又再往上走 两边加在一起 这个打击就大了 可是聪明的投资人 会知道利息上涨 但是以后会更高啊 但是我们就不知道啊 没人讲得准啊 因为这个就是 搞不好利息上涨 跟着房价 跟着会crash呢 这个是没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哇你想的 按照现在这个环境来讲 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薪水并没有大幅度提高 我们现在只能讲 就是说是就业机会比以前更多 但是呢 我们还没有看到明显的 大幅度的薪水的这个提高 但是房价是实际真的涨了很多 你曾经看过薪水大幅度提高吗 有啊有啊 我们现在是不是 我还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 现在还没有回复到 以前next高峰期 那段时间的那种乐火朝天 或者0607年的那种 当房地产 是非常逢波的那种时间 那段时间的这种高峰期 我个人认为 其实还没有到 那个时候的利息的高峰期 还是房价还是经济 第一房价那时候 我个人认为啊 虽然那时候的失业率比现在要更高 但是你会感觉到 就是说企业给的薪水 是更干脆 更乐意 涨得也厉害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讲的这个换功率特别高 可是现在的薪水的确是比07 060要高 那是比那时候要高得多 高得多 所以再往这个上面再涨了 可能就少一些 如果我们再回复到06 0504 060 我不工作来讲 有时候做贷款来讲 很多时候我们是第一线接触了我们的客人 我们客人经常告诉你 赶紧做贷款 为什么呢 因为要换工作 有一个更高的薪水工作 他想在没换工作之前 先赶紧close掉 不然要去等这个VoE啊 等什么的 在那个时候是很频密的发生 很多发生 现在也有再发生 那时候有stated income吗 也有stated income 对对对 那时候是输出贷款的 但是现在来讲 因为它很多的regulation又增加了 所以相对来讲 自然没有像以前的这么有活力 我们讲从贷款的行业来讲 从各行各业来 在那个时候我们讲 仅仅可能不如今天 但是那时候我个人认为呢 各层次是更有活力 最早贷款界来讲 是更有活力的成绩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 转工的这个频率也更高 现在我反而会觉得 比较少听到客人告诉我们 赶紧close我转了一个工作 薪水更高 都有不是没有 都有 但是不是像以前来的这么平民 换工作比较少 换工作其实也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但是充分就业的确是 充分就业这是事实 但是呢大家还不质疑到 一个普遍性的 是这样挖心 高薪去挖角的这种阶段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很多的企业 毕竟还是有太多的这个隐忧 在这全球的各市场 都有太多的隐忧 很多的企业 还是不敢大刀扩斧的去 提高薪水去抢人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轴 还是由经济面来看看贷款 对对对 贷款的利息 贷款的利息 现在state income very popular吗 是是 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个 就是说 其实利息已经涨到一个 比较高的这个 这个阶段 就是说相对来讲 就是说 那我还是比较鼓励 跟大家讲 假设你有一个两年固定 之前有个五年固定 七年固定 要到期的话 那想的不用想 赶紧refinance 做一个七年固定 我认为七年固定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现在我们讲内息 大概4.125左右的利息 still not bad 就是买房子稍微低一点 大概3.125 4.125 这是大额贷款 大额贷款 jumbo loan OK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个 我自己认为 有两个program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 跟大家推荐的 第一个呢 就是不差收入 我们有个最低的不差收入 可以做4.625的利息 五年固定的4.625 是真正的不差收入 不不 就是state income 哦 那个你刚才所讲 不差 完全不差 都是no dot 什么都不用填的 那个 那我们我很少 做这种贷款 这个是简单的 这个就是说 state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底是 走法的 开餐馆的 contractor 这个其实占的 这个人口比例 就10%到20%啊 对 这些人 他都有这个 需要做不差收入 所以他们的风险 也不会太大 所以本身假设 你现在 假设在听说音机的人 假设你是从事这个行业 需要不差收入的话 很多哦 我认为 这个占人口是10%到20% 我们过去以来 一次 我在这个节目讲 我们以前讲了很多次 就是说 讲关于不差收入的嘛 郎来的故事 或者是这个故事 讲了 郎来的故事 讲涨稀 这个故事 我们讲了很久 一直没有真正的实现 意义的实现 这一定利息比较高 那这一次呢 我们是真的是有一个 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 那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是一个不差收入 stated income 是self and pride only的program 这是指什么呢 假设你是现在是 有business license啊 做做做按摩也好 做什么都可以 总之你有个business license 有个certificate 是什么 可以证明你是自雇 自雇的话呢 我们最低的利息 5年固定能够做到 是4.65的利息 但是这是有half a point ok 是有cost ok 先来解释一下 owner occupy也是要有 owner occupy point ok 也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program 它的另外一个优点 是在于什么呢 它的一个不差收入的 我们讲 state income的 investment property 这个利息是5.15的利息 如果最低 可能会更高一些 因为我们是决定 你的fico score 决定你的loan to value 最好的scenario 这个情况下 不差收入 investment property 5.15的利息 所以我觉得在state income 来讲我最有大的 这个利息的这个program 除此之外呢 假设呢 现在来讲是一个 可以查收入 假设你可以查收入 是investment property的话呢 我们也有另外一个program 我认为非常值得 跟大家推荐的 就是说如果是investment property 最好的这个利息呢 是4.625到4.75的 investment property 5年固定 我们再讲一次 4.625到4.75的这个利息 是investment property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 loan to value 比较非常这个低 贷款金额要足够的 这个大 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做得到 多大贷款金额 贷款金额呢 这个是最少需要 大概60万左右 ok 60万以下 如果少的话呢 不要紧 我们可以可以 但是不一定做到这个利息 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 就是说大概是 是怎么样可以做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program的特色 是在于就是不查 我们讲查收入 这个5年固定 investment property 我这个觉得这个利息 是一个非常值得 大家推荐的 向大家推荐的 ok 好 是什么时候 就要适应 那个时候的环境 所以现在的利息 在4.125开始 是去年固定的 到有4.625 还有5.15的这种 大家都要值得 自己来深思 到底要怎么样的判断 Kendra她的文字短讯的号码是408-218-9760 408-218-9760 希望大家可以跟她文字短讯来联络 谢谢你Kendra 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明晚七点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西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品尝 今晚 西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